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知道早前有豪鬼的trailer已經推出了 我亦作為這個Gridgram 即是柔魂的特派跟班 陪他一起上去試用這個豪鬼 先說一說 因為當日在CAPCOM進行 他就用PS5展示 大家知道我用的手掣是一個特殊的牌子 其實我最初不知道他不支援PS5 所以才發現手掣不能用 只能用PS5的手掣 雖然同為手掣 但大家知道我用的手掣有6個 PS5的手掣只有4個 加R1 R2 L1 L2 其實我是很不習慣的 所以測試的效果比較差 但也不重要 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去試用豪鬼的招式 我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我對豪鬼的感想 首先說一說 因為他除了出招表之外 沒有人教你COMBO 你有玩的遊戲也知道 其實如果不是網上的勁人研發了一些特殊的COMBO 你招爆頭也想不到可以這樣搏 所以當日我可以試到連續的 其實非常有客 可能我是未研發到豪鬼的能力 所以大家到時推出的時候才試 主要說一下他的招式有什麼特別 其實豪鬼今代和上代應該招式差不多 因為上代街850其實我心虛沒有怎樣玩過 但大致上其實今代豪鬼 首先要說一下他招牌的招式就是白鬼閘 白鬼閘即是他會彈上空 原來有幾種變化 即是有插腳 有出球等等 今代其實有些改動 第一就是他取消了空中指令塔 其實這招如果對比CAMMY的招式就很容易理解 CAMMY有招空中達 他今代又沒有這招 但相反其實今代又多了一個向下 即是跳高跳起的時候你不按鍵向下 他就會直接急降 雖然說是急降 但其實也有一點點硬直 可以看到 另外他如果用EX白鬼閘的話 你就可以派生EX空中波動拳 即是天魔熊斬空 一般版本白鬼閘不可以用空中波動拳 而且EX白鬼閘可以派生EX的旋風腳 但這招我不太知道有什麼用 接著繼續說 這個白鬼閘基本上他用輕忠重的話 跳躍的軌道都不同 加上他有插腳的話 簡單來說這個最大作用就是改變自己的跳躍軌道 令對手很難對空 加上這是一個非常強力的進攻 往往就算你跳到對方頭頂 你一插下去也不用怕跳過路 這個有點像金白利的CAMMY那招拉下拳 有點像的軌道 我相信白鬼閘應該會是一個毫鬼 相當強勁的進攻手段 因為我當日試的時候 我發現毫鬼的綠衝有點慢 他的速度大致上 我不知道時間如果你說有什麼類似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跟 馬龍的速度差不多 總之是慢的 你如果想著用綠衝來賺食的話 其實這個角色可能未必對 相對來說我覺得毫鬼是一個力量型的角色 他的招式基本上大開大盒 判定又強攻擊力也高 然後再說一下他的波動拳 其實當日看Trailer也知道他的波可以吵氣 這集可以吵氣 吵氣之後 你看到連阿龍的電印波動拳也能打爆 即是阿龍的吵氣波 君佬的波動拳我沒有試到 不好意思 因為當日的模式上有點奇怪 所以不能試到太多東西 我不知道跟君佬的波動拳對撞是誰贏 我想說一下他的波動拳有時間不算快 如果你在中近距離 我不建議用一人跳進去的話 你是奶撻的 但遠距離的話 這個波就相對比較安全 如果EX的波動拳 他的掃氣就非常快 基本上舉一舉手就已經掃完波 加上中了之後對手會被擊飛 如果埋場應該可以再薄Combo EX波是一個挺好的壓制手段 然後他的招牌特色就是 空中波動拳即是斬空波動拳 這個波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今代仍然只能夠直跳 即是向前跳才能用到 因為加8-4可以向後跳 這個真的很神經 垂直跳都不行 因為如果你向後放球 其實太屈膩 因為別人是追擊你不到 今集仍然只能夠直向前跳才能放到球 EX的波仍然會有兩法 對手一中就會立刻飛起 即是不能夠中了球之後再落地搏Combo 雖然對手擊飛了 但如果位置夠近 例如埋場也一樣可以連續的 空中EX波應該也是一個非常強力的軍臨天下的壓制 而他的聲音其實就沒什麼特別 都是3P 都是一個3P星 大家留意他的EX星會變成上代開了VT模式 即是臨圓會坐在地上 即是會變成這招 其餘就沒什麼特別 另外他的旋風腳 今集的改動比較大 上集的旋風腳 大家多數都是搏連技用的 今集 輕跟中的改變成類似阿龍的旋風腳 重的那個就好像是上代的旋風腳 即是勾上去再勾下來 相信是搏一個Combo用的 留意如果EX版本 他就會直接變成重腳的旋風腳的版本 空中的話他又會變回阿龍那種 很奇怪 這個設定 說一下他的穩食技就是輕旋風腳 今代輕的旋風腳應該是他最主要的攻擊連技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由輕攻擊那裡搏到旋風腳 如果中了旋風腳之後 也可以下重腳作一個收招combo 這個也是一個簡單來說很實用的連續技 我當天有測試過 我不知道豪鬼的三亞輕拳 我發覺我錯得不太順 搏升的話有時太軟會掉 搏旋風腳相對安全 中的旋風腳我未研究到 因為我當天試了很久 都沒辦法試到旋風腳之後搏升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出發 正式版本的時候大家再試一下吧 接著就是他多了一招反波拳 你再輸入追加派身多一Hit之後兩Hit 其實我當天不知道這招拳有什麼用 除了連續技之外 連續技之外再加上SA3 我其實完全不知道這招有什麼用 亦都要等正式版的時候大家一起試一下吧 另外最重點就是阿修羅閃空 阿修羅閃空今集的出發 我不知道上代是不是 因為我以前玩街霸2 我記得那時候他要出星腳 但他現在只是向前向後按三個腳就完成 今集追加了一個指令頭 你在向前的阿修羅閃空途中 你只要按輕拳輕腳即達 就會有一個指令頭 這個指令頭最瘋的地方是什麼 就算你這個阿修羅閃空穿過了對方 你都可以照按 你都仍然是可以達到他 而且他有這個換邊功能 這個 即是說其實浩鬼 如果被人壓賣場 這個手段除了逃走 是一流之外 另外你真的可以馬上用指令後 回到賣場 即是馬上加換位置 我覺得這個指這個阿修羅閃空挺強 對,挺強 但由於當日我測試期間 因為對手不懂得動的關 我不肯定這個阿修羅閃空的無敵時間有多長 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我不小心HIGH到2P鍵的時候 他能打到 即是阿修羅閃空的途中他能打到 我不是很肯定到底他的無敵時間長不長 即是說如果他在閃時被人打到 其實就有點兒那 到時正式版再試 因為當日試玩的時間都不算 其實都夠的 其實都夠的 但因為他開不了Mode的關係 所以我試不到太多東西 我只能這樣說 大致上是這樣 阿修羅閃空是沒有EX版的 OK 講一講絕招 我直接講信玉殺 因為我試玩前 很多人都有疑問 到底這個信玉殺是一個怎樣的必殺技 大家沒有猜錯了 是浩鬼的額外追加的必殺技 簡單來說 他是第二招CA 即是血量低於25% 他就會自動追加隱藏的信玉殺 但我想說一件事 不知道是否有問題 可能是很難出信玉殺 我出到的機率很低 即是無論我快還是慢 即是按鍵速度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信玉殺很難出 非常難出 即是大家出的時候 你自己試試 信玉殺的特點是防禦不能 當然 但他打的血量 其實我看就打的一半 剛剛好 因為浩鬼本身少血一點 他打回浩鬼的話 他扣了一半左右 另外信玉殺的距離不足一個版面 即是說 我試過由左到右是不足的 即是他的距離不算很長 這個也是特集用的 一般來說都不會用這個信玉殺 接著說一下他的絕招 SA1 SA1就沒什麼特別 但他有兩招 第一招就是類似真空波動拳 這個也沒什麼特別 另一招就是空中的天魔號斬空 跳高就會向前一翼插進去 這招多數是跳球 即是對手出球的時候 跳過去一翼插進去特集用 SA2就有一招叫 崩天結火 這招其實有點像反波拳 如果是埋場的話 對手會彈埋場 即是類似瑪迪莎的EX腳 一翼插進去 對手會再打關斗 這個可以追加攻擊 但我自己看的傷害 其實都是中等的 不知道有沒有特殊的薄法 即是賣場之後又不知如何 綠衝打一套 但當日試不到 另外一招 最後一招 SA3禍壞 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翼插進去 一翼插進去 那個距離大致上 跟重拳差不多 總之一中就入動畫了 這個判定很大 因為我試過輕鬆拳 輕鬆拳 輕鬆拳打飛了 對手之後 再加減少 其實也是可以 是一招很正常的 SA3 起手速度 當日看不到 電影數 看不到電影數 所以其實我每一招 看到多少電影數 其實我是看不到的 我目測是正常的 另外 當你血量少於25% 這一招和壞 一樣都有CA版本 就是CA版本 其實有兩招 不是信玉莎 是取代了和壞 大家要留意 整體來說 大致上 其實我都覺得 豪鬼應該是一招 因為他的招 很霸道 那個八鬼閘 變化多段 加上信玉莎 我對這招很大期待 另外 除了豪鬼之外 其實有些改動 當日只有英文版本 和日文版本 我懶得翻譯 我懶得翻譯 其實網上 例如我看到西沙 他們早就有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版本 其實都有測試 消息流出了 但因為我們這邊 有Embrago 即是有禁令 不能說 另外 我講一個通用的改動 最大的改動 就是 所有角色追加了一個 叫做起身反擊 即是平時 你擋的時候 可以按重拳重腳 即是用兩架器的爆珠 現在所有角色 即是被打單 都可以立即使用 有什麼用呢 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無敵技 起身的角色 被壓起來 是想死的 例如 孖龍 那些 一被壓起來 如果你沒有絕招 其實除了等死 就沒有工作 現在可以用兩架動力槽 發動起身反擊 可以馬上打走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本身這個反擊 起手速度都很慢 如果對手知道你會用 其實可以用輕攻擊 即是打打打打 然後引你出去 立即擋 你再吃一套 所以其實這個 都是捉心理 其實跟你起身一升一樣 即是不是用了就一定無敵 可能用了之後被捉到老 人家擋了又吃一套 但總算幫一些沒有無敵技起身的角色 基本上現在人人平等 但其實這個遊戲 我自己覺得也是 而且顯示鬼 反方向打,整個角色 達殺光她都會離對手離 即是不能讓大家 roar 不可以打到無限Вют 我不申請患 他可否理解錯 但這個lichkeit 其實有些角色 達殺光後可以 雖然 rut 立即展開 lement κα 或者DJ一個綠衝 敵一聲就去到你面前 所以有沒有用呢? 到正式這個豪鬼版本推出的時候就再跟大家說 最後總結多次 豪鬼這個角色我覺得厲害 到時候我會買來玩一下 我們到時見 拜拜